今天讲的就是 今天所有的主题都是在讲喝吐乳癌的东西 那我刚刚讲过 我们的医疗是一个多科团队的一个治疗 所以你可以看早上就是医师 还有复健师 下午也有药师 还有所谓的复理师 甚至还有讲一些营养的东西 那其实我买这件治疗当中 其实大家都一直觉得说 中医可能有一个辅助的角色 那我本来这堂课呢 是想要叫真的中医师来 那结果发现这个题目太难了 怎么难把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又自己上证来讲这个题目了 那首先呢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 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题目到底有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乳癌的治疗 搭配这个中医的辅助治疗 真的有效吗 它就好像是什么东西 就好像说兄弟齐心 真能齐地断金吗 这个马先生跟习先生会完以后 结果昨天的大学就变盘了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也不太知道 所以西医的治疗在乳癌当中 其实有不错的效果 但是搭配中医到底有没有帮助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一个实证医学的分析 这个实证医学的分析是来自于我们台湾 那我们知道说台湾有健保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台湾这些健保给我们的病人 有很多的帮忙很多的照顾 但是当病人给了这些医疗以后 这些医疗上都会留下一些记录 那这些医疗是说这些病人留下来的记录当中 也可以回溯去看这些病人到底最后他的存活时间 存活率到底有没有比较好 所以有人就从20101年到2010年这十年 从健保资料不去查询 查询说乳癌的病人如果有搭配中医辅助治疗 跟没有搭配中医辅助治疗 到底他的存活率有没有差别 所以这个文章发表在一个非常不错的杂志上面 在Cancer的杂志 就发现到说有搭配中医辅助治疗的乳癌病人 他的存活曲线是上面这条红色的曲线 但是如果你没有搭配中医辅助治疗的病人 他的存活曲线是下面这条蓝色的曲线 基本上这两条曲线从一开始就拉得很开了 也就是说从第一年开始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追踪一年到两年 其实病人的存活时间好像就是有搭配的病人 就明显的优于没有搭配中医辅助治疗的病人 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 其实乳癌的病人特别是晚期的乳癌的病人 似乎在台湾的资料来看 健保资料来看的话 尤其是台湾连看中医都有健保疾伏 所以这样的中医搭配的这个西医的癌症辅助治疗 是有帮忙的 但是我柔同我早上所讲的 乳癌其实分四起 乳癌也分成四种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都是喝吐阳性的乳癌 可是我们刚刚讲喝吐阳性的乳癌都必须要用标靶治疗药 所以讲了这么多的东西都在讲标靶治疗 感觉起来标靶治疗对喝吐阳性的乳癌是非常的有帮忙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刚刚讲的数据是在乳癌的病人用中医是有帮忙的 可是喝吐阳性这一种族群到底有没有帮忙 特别是在有这个强力喝吐阳的标靶治疗之下 用这个中医辅助治疗是所谓的所谓的 甲菜 甲菜博问导乳 什么叫甲菜博问导乳 多词一举 就是因为甲菜博就减减了 你说问导乳就要唱这话 所以多词一举呢 还是乳虎添义 老实说 虽然我正在这边讲这个题目 我也没有答案 其实这问题很难 因为没有任何的资料分析 我也不可以讲一个没有证据的话 虽然这个古代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 我为什么会说没有答案 古代的中医很早就讲到乳癌 其实古代中医叫做乳癌 叫做乳炎 岩死的炎 日本有一个线 有一个特别的中午是叫乳炎 岩死的炎 因为乳癌放久 就叮叮叮咕咕咕 就像岩死一样 所以古时候中医就叫乳炎 其实几千来的中医的资料簿里面 都没有喝住乳癌这件事情 喝住这件事情 是最近这几十年才被知道的事情 乳癌今天还会叫喝住的乳癌 古时候的古人 根本不会知道乳癌 还有分喝住型 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那我想想看 那看古时候的典籍没有写 那为什么现在中医的这些教科书 或者是有人出过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中西病治夹肌乳癌 这是我的学长赖隆典主任写的 他的书上也没有写 喝住乳癌怎么治疗 重点是我轻轻去给我们学校老师问 喝住乳癌中医没有怎么说 他也说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有怎么说 那这怎么办 那我怎么讲 所以我就自己想个办法 看看怎么讲 喝住乳癌的中医辅助治疗 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资料 所以我自己又设了一个怪怪的题目 难怪没有个中医师赶上来讲 这样听得懂吧 这太难讲了 那我想想看那怎么讲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今天早上到下午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喝住的标靶资料药 通常我们使用的时候会搭配什么 化疗 那我们就从化疗这部分来切入 我们化疗 其实我们术后 在使用这个喝住标靶的时候 通常就是会化疗打完后 再打标靶 或者是化疗同时打标靶 但是标靶都会打一年 所以化疗 常常的都是跟标靶资料同时使用 然而我们化疗有很多的副作用 特别是跟喝住标靶 常核病的化学质量的副作用 就是会有一些常见的副作用 比如说我们讲的周边神经病变 或者心脏毒性 像我们喝住的标靶 常常都会跟紫三醇 常常会跟小红梅搭配 紫三醇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小红梅会造成心脏毒性 那我就从这两个地方来切入看看 中医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 可以帮忙这个东西 首先是这个化疗引起的手麻跟脚麻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 灰燒厨这阿伯都不会走 这个消防队员就跑去 这个记者就问消防队员 问这个老人人家说 阿伯你灰燒厨你哪都不会走 那老婆阿伯就说 我身膜都麻烦了是不能走 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化疗的病人也一样 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有一个广告 就是那个孙子骑甲骑三轮车 不小心压到阿嬷的甲 阿嬷竟然都没有感觉 那我们就是所谓的周边神经病变 其实在糖尿病的病人也很常见 但是对化疗来讲 化疗的病人也很常见 特别是用紫三醇类的 包括欧洲紫三醇跟太平洋紫三醇 理论上来讲太平洋紫三醇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 会比欧洲紫三醇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 的发生机率要来的高 所以其实这个 而且这些紫三醇通常都会跟标靶药合并使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这些药物到底为什么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机转 但是总体来说 它就是伤害到我们周边的神经 包括神经的细胞 神经的水窍 甚至你的周边神经的这些小小的末梢神经 也都会抢到 那我们怎么治疗这些周边神经病变呢 基本上西医的治疗是这样 我们病人周边神经病变 我们就给他一些抗忧郁的药 甚至给他一些抗颠颜的药 甚至我们会给他抹一些 所谓的脂麻药膏 就是有一些局部的差距 甚至我们有时候 因为周边神经病变的病 会以疼痛回表现 有时候会给消炎止疼药 甚至会给麻飞药 另外呢 现在还有一些药物 是比较新的药物 就是叫做千优解 千优解是一个抗忧郁的药物 以前有一个药物叫百优解 后来又有第二代的百优解叫千优解 所以可能以后还有一个药物叫万优解 反正世界上活下来的这些世人 越来越多忧虑了 所以这个千优已经不太够了 你要用万优 但是千优解这个药物很特殊 它不只是可以治疗忧郁症 在我们这个 在这个美国的研究发现到说 化疗引起的周边神经病变 而且特别是引起这些神经病变 有疼痛的问题 如果你同时合并这个千优解 是可以缓解这个化疗引起的周边神经病变的病痛 但是这个千优解 健保没有给付在乳癌病人 因为乳癌病人并不是忧郁症的病人 虽然你们有些人都觉得你很忧郁 可是在忧郁症的诊断来讲 还不构成忧郁症 所以这个药物要自己付钱用 付钱才能使用 重点是千优解这个药物吃了以后 会跟她来睡觉 甚至有的人会恶心不舒服 总之来讲 吃西药就是对病人来讲 就是一个不太喜欢的事情 西药总是有一些副作用 那到底有没有一些中药可以用呢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临近的国家日本 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日本的医学 它有一部分医学是叫汉方医学 日本的汉方医学 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 日本有一个汉方医学里面 有一个药物叫做牛车肾气纹 这不是治疗牛用 这是牛车肾气纹 这牛车肾气纹 也不是日本的发明 这是我们宋朝就能发明 在西元1253年的时候 就已经发明出来了这个方子 这个方子 过去是用来治疗男性肾亏 也就是说 男生呢 如果是胖有尾酸 腰痛 腰酸 这个就是中医讲的肾亏 在用的病 那牛车肾气纹呢 基本上在中国股市 就是治疗一些肾气虚的 或者是肾阳虚的病 然后日本的汉方医学 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的科学中药 或台湾的科 这些中药 他都会写一些很奇怪的适应症 比如说气血不足 或者是阴阳两虚 这我们永远都听不懂的术语 在日本呢 他们的适应症 就会写得清清楚楚 牛车肾气纹的适应症当中 他就会写一个叫做 这个是日本字 我是直接翻过 可是日本字 跟我们汉字 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没懂 它是用在所谓 大肠癌标准调法 这个FORFORCE 是一个化学制药的处方 所产生的副作药 什么副作药 这个末梢神经障碍 就是所谓的末梢神经病变 因为末梢神经病变 早知的治疗中断的病人 你可以看这个图 病人就是这个小麻 手麻 所以周边神经的障碍 所以牛车肾气纹 对这个化疗 特别是这个 所谓的大肠癌的化疗 是有效的 然而这个化学治疗 基本上是不用在乳癌的 乳癌病人又可不可以用这个药物 基本上这牛车肾气纹 只有十个药物 其实就是一个肾气纹 再加上牛七车前脂 他就把这个牛跟车加在前面 就叫牛车肾气纹 在日本的研究发现 在一个美国研究 在日本研究发现到说 牛车肾气纹用在紫衫 太平洋 欧洲紫衫 唇导致的中边神经病变来讲 会比原来 会比你使用B12 维他命B12 像我们有很多病人 在我们台中医院 就是开玩到后 就是乳癌病人 都会开B12给你吃 就是会减少一些末梢神经的伤害 或者改善循环 结果发现到说 牛车肾气气纹 可以改善这个中药 原则上会比B12的效果 改善这个疼痛的情形 改善周边神经病变的 不舒服的情形 要来的明显 那为什么这个牛车肾气纹 可以改善 周边神经病变的问题呢 基本上目前认为说 可能这个牛车肾气纹 这些中药 可以改善末梢神经的循环 可以改善你的一些所谓的 那个大脑 对这个周边神经病变的 这个脏 那个感觉的这个抑制 让这个抑制提高 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麻 比较不会那么痛 比较是属于根本的治疗 另外 除了牛车肾气纹 可以治疗周边神经病变的 目前发现到说 针灸 甚至这些特殊的穴道 可以从所谓的 可以从所谓的细胞激素 甚至神经传导物质的调整 甚至可以调整 所谓的周边的一些 所谓的 神经内分泌合脑的机制 去治疗这个周边神经的病变 那这个东西 其实目前已经有人在开始在进展 因为其实 周边神经病变 靠这个方法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另外我们都知道说 太平洋子酸醇 很多人在这边 有打过太平洋子酸醇 请举手 你看还真的蛮多人打过 打过以后会怎样 肌肉酸痛 关节酸痛 你们都怎么处理 医生都开那个斧拿腾 给你们吃一吃 其实 在日本的研究 发现到说 有一个东西叫 勺药干草汤 勺药跟干草 两味加在一起 这东西本来是用来治疗 急性腹痛 或者是所谓的 大腿抽筋痛 结果日本人发现到说 这个勺药干草汤 吃了以后 就会使得太平洋子酸醇 产生的关节痛 肌肉酸痛 比较缓解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时候 其实可以同时到 可以勺药干草汤 来解决太平洋子酸醇的副作用 那我们今天一直提到很多的标靶 今天讲的喝醋的标靶 特别是在第一代的标靶 在手术之后 合并化学治疗 它大概可以提高我们 20%的处理 在这40年来 40年来 我们经过标靶的介入 让我们的乳来病人 喝醋阳性乳来病人 早期的情况下 就会标靶治疗的介入 可以提高20%的存活率 然而在提高20%的存活率当中 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我们这些喝醋标靶的病人 它将来增加心脏衰竭的几率 会增加2.1% 这个报道还显得比较保守一点 甚至有人认为说 用标靶治疗的病人 日后得到心脏衰竭的几率 是正常人的5倍 所以各位打过标靶的病人 可能要知道说 以后的人 你有可能会心脏衰竭 肌尾会很高 那为什么喝醋的标靶 会导致心脏衰竭呢 原来喝醋是乳腺上皮细胞的接受器 喝醋也是心肌上皮细胞的一个接受器 这个喝醋对心肌上皮细胞很重要 它会使得心肌能够维持下来 维持存活 不会被破坏 当你用这个标靶去破坏乳癌细胞的喝醋 也去破坏心肌细胞的喝醋 这时候呢 就会造成喝醋这个心肌细胞的受损 再加上这些标靶治疗药 会让这个冠状动脉的内皮受损 造成冠状动脉的缺血 更会使得这个心肌缺血状况更严重 所以就会导致心脏毒性的发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用标靶治疗 赫癌瓶 这个第一代的标靶治疗的同时 我们几乎每三个月 就会做一个心脏超越玻璃检查 就会怕这些标靶治疗药物伤害到你的毒性 可是我们常常都发生 都只有在治疗期间最终 可是我们非常多的病人的心脏衰减 是发生在治疗结束之后的两三年 甚至三五年后才发生 所以这东西其实是 当时好像没有办法即刻侦测出来 但是日后 可能时间久了 就会发现到说 心脏毒性原来这么严重 而且我们这些喝醋标靶的药物 通常不会单独使用 通常会跟一些所谓的小梅 或者是说 跟一些所谓的埃德心 或者是会跟一些所谓的小 那个所谓的 WFU 或者是Masal Tree Set的这些合并 因为有时候这些喝醋乳癌的病人 还可能需要用到内分泌治疗 而且有些病人 喝醋乳癌的病人 开玩笑 还要做放射线治疗 无论是药物 还是放射线治疗 这些跟喝醋标靶要搭在一起 会让心脏毒性的机会更为增加 所以我们打标靶 会造成心脏毒性增加 用这些其他药物做合并的时候 也会造成心脏毒性增加 用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也会造成心脏毒性增加 所以我们喝醋的 阳性软的病人 其实心脏的毒性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例子 如果你是用标靶治疗的药物 合并小红酶 你发生所谓的心脏衰竭的几率 是比只用标靶治疗 没有合并小红酶 大概会增加三倍的心脏衰竭的几率 也就是说 当你的标靶治疗药 搭配小红酶这一类的化学治疗药 会比其他的化学治疗药 产生心脏衰竭的几率多三倍 可是我们很多病人 在化学治疗期间 其实都会用小红酶 但是有些医生 会搭配小红酶 搭配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赫癌笔 最好是不要这样用 因为这样会很合并 会增加那些心脏的毒性 那到底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预防 或者是保护我们的心脏呢 其实有一个东西是不错的 叫做葡萄 葡萄里面有白狸乳醇 白狸乳醇呢 对心肌的细胞 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甚至呢 有人发现到说 白狸乳醇的这个色 葡萄里面这个白狸乳醇 这个植化素 可以用来抗 喝出阳性的乳癌 所以如果你在化疗 在做标靶治疗期间呢 其实有事没事 可以多吃一点葡萄 葡萄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另外呢 有人发现到说 其实中医有个方法 叫做炙甘草 炙甘草 总共有九个样 这其实炙甘草 顾名思义 它最重要药物叫做甘草 只是它没有炮制过 这炙甘草湯呢 过去是治疗心肌 心律不整的疾病 结果现在有人发现到说 炙甘草湯里面的甘草 对于小红梅造成的心脏伤害 造成心肌的损害 是有保护的作用 所以炙甘草湯 对于所谓的化疗 喝度标靶治疗的病人 特别使用小红梅 有需要使用小红梅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炙甘草湯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子 然而这是古时候 大概在汉朝时候 发明的一个方子 然而台湾最近 已经有人在研究 台湾的人 就发明了另外一种方子 叫做人生脉动物为止 就是刚才讲的生脉 再加上一个单身 好像在一些 动物跟细胞的基转里面 发现到说 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脏的作用 可以减少化疗药 小红梅对于心肌的氧化的伤害 也可以使得小红梅 可以减少小红梅 对于心肌的粒线体的伤害 简单来说 这样的一个处方 似乎对于心脏的化疗 对小红梅治疗病的心脏 是有保护的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